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他也是高科技的高科技 所以當老師決定要有這樣一間教室的時候 他就覺得應該把高科技也運用在這間教室上 因為畢竟我們這裡是教室 透過這個拼接的方式 因為他是三台投影機所叫 我們可以做過他的整個畫面 完完全全的把教室裡面上課的內容 在這裡播放 讓在這裡的人也可以看得懂 因為我們這邊是展示區 所以他的燈光也很強 本來當初很多伙伴弄了說 是不是要用電視牆 我是用電視 但是因為電視現在沒有那麼大會成熟 那至於電視牆 因為他顆粒也在 因為我們的距離沒有很長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決定用雷射的投影 來做這一塊拼接的展示區 他的屏幕夠大嗎 相對的我們在運用他 播放阿力公司的畫面 真的會有生理其進的感覺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會馬上拿來當歡迎 演講貴賓的屏幕 演講貴賓來的時候 他們覺得很感動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 一比一的屏幕在給他們來 當初 阿力公司來看我們這間教室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我們的教室真的是旗艦店 最重要的是他們幫 比一座阿力球的偶爾場 所以這一間的高科技 是連公司他們都能認同的